整天打黑癡有甚麼解救 說不定是這隻熊仔搞鬼 治療鼻敏感除了藥物之外 其實環境控制都很重要 剛才說大部份都是塵滿敏感 所以我們都希望用塵滿環境控制著手 盡量不要用棉質的窗簾 如果無公仔可以用膠袋入住它 可以選擇一些防塵滿的塵具 又或者希望用熱水 高於60度的熱水去清洗塵具 也有效殺死塵滿 保持更多衛生清潔 吸多些塵滿 保持空氣流通 都是有幫助 自問原方面其實有很多種 如果在香港來看大部份 有八成的自問原都是塵滿 其次剩下一些動物的毛髮 例如貓、狗、動物的毛髮 其次就是一些毛菌 另外蟑螂糞便的排斥物 都是自問原子 但當然它的佔有量很少 可能1%都沒有 講一下為何我們會有過敏性反應 其實我們每個人 裡面有一些抗體 都會對一些特別的物質 會有些反應 當我們接觸到自問原子 例如塵滿 白血球就會釋放一些組織案 而這些組織案 就會在我們的氣管或鼻裡面 發揮作用 令到一些血管會擴張 所以引致那個地方 比如鼻子就會有流鼻水 打癡 甚至鼻傷的情況出現 這都是一些過敏性反應 治療鼻敏感 一般來說都是靠藥物 有幾個方向 第一方向 我們會用一些抗組織案 因為剛才說 其實我們過敏的反應 都是因為一些組織案的釋放 所以我們藥物 都是用一些抗扶植案 另一種治療 就是我們叫做脫蚊治療 針對病人 他對哪種自問原子有過敏反應 我們就讓他不斷接觸 一些他自己的自問原子 希望讓免疫系統 好像是一個習慣 讓他有機會 再接觸這些自問原子 都不會有這個過敏反應 但一個不好處 就是他的治療時間偏長 可能需時兩至三年的時間 還有他的費用偏貴一些 剛才提到陳滿敏感 都是全年性的 一年四季都有 但有些季節 我會比病法率 或者嚴重性 都會特別高 比如春天 因為春天 開始天氣會暖 開始暖和濕 濕氣暖 都是一些好的環境 適合陳滿的肢長增生 所以在這個季節 求診也會更多 如果是中醫 又怎樣醫 中醫醫病 不是指紋原 主要是辯證論治 然後看看病人 因什麼原因而導致鼻敏感 我們是治標和治本 兩樣一起醫治 治標當然是指鼻水 多數用倉耳指散 主要是倉耳指和新移花 所以兩樣樣物是配合的 所以全部都是向頭上走 所以就醫鼻是最好的 治本就是讓它有遺棄 可以加強 遺棄等於守衛 我們皮毛那些 就是有些遺棄等於士兵巡邏 如果不夠 去拆路便很容易偷入 我們到後來 顧本就要增強遺棄 所以用到浴瓶風散 有這個王旗 都是不遺棄的 如果想按月位舒緩 簡單可以按下迎香和合谷 迎香就在鼻翼的兩旁 鼻翼兩旁 最下的位置 有點凹 一按下去 是有少許麻將的位置 這個就是 在虎口中間 大帽子按下去 一按這個月位 就是合谷 如果中西衣夾宮都搞不定 那就唯有和心愛的熊仔 說一聲對不起